本期话题秋葵不适宜什么人吃 黄世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那么秋葵呢是一种常用的蔬菜 那么我们讲它的基本功效 那么当然就是第一个 那么是健脾仪器 那么健脾仪器呢它是促进消化改善胃肠功能 因为秋葵里面含的果胶比较多一点 那么就是说它可以对就是有润肠通便 具有一定的滑肠作用 第三个呢它具有补肾作用 另外呢秋葵呢它实际上对它本身是有蔬菜 提高免疫功能这都是还是不错的 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一下 它是一个豆科植物 所以呢它一定要煮熟 生用是有一定毒性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是具滑肠作用 如果体脾胃就是脾胃虚寒的病人 如果精神上出现慢性腹泻的病人 那么还是不太适合使用秋葵 那么秋葵它可能导致慢性腹泻病 不能够得到及时缓解 它对消化还是不利的 不太适合 不太适合 那么重够